往生不能靠人 靠人靠不住啊 现在就连祝念都不保险了 祝念的人说他心不紧紧 他很着急 哎呀你到底有没有往生啊 听说往生头上发热 一会摸一下一会摸一下 你说你烦不烦恼 那个祝念的人要亲近平等修祝念 有功德了 幸福气躁的祝念 我相信那个磁场 不是往生人所希望的 心浮气躁这种磁场是极不稳定啊 在那个磁场里他怎么会得到清净心呢 这些道理你总得要懂 万事总不利 你把礼抓抓抓抓握到 所以你看阴光大使 文朝里都常常劝人 人在临终 帮他祝念 不要碰他 让他非常安详地走 这个队 甚至于祖师提出来 至少断气之后八个小时 可是最安全的呢 十二个小时 那最好的呢 是十四个小时 这是判断 大概走了 神是离开了 能不能往生 是不是真往生 有两个最可靠的信息 第一个 他临走的时候 还没断气 见到佛来接引 告诉身边大众 佛来接我去了 我走了 这真 一点都不假 第二种呢 你真心 要求他 托梦给你 他如果真往生 他就有能力 托梦给你 他到极乐世界 他要没有托梦给你 那就没去 那往生极乐世界的人 他有这个能力 感应到教 不可思议 我们求他托梦 这是敢 他就有印 虽然没有印 他走得很好 走得很安详 走得很装硬 肯定 他不读三无头 这是靠得住的 这个没问题 所以要以经教 要以祖师大德 这种 这个 这个 开示 来做参考 实在是 走得人 有没有往生 对我们来说 并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我们这一生 自己能不能往生 这是最重要的 他到极乐世界 我往生的不就见到了吗 我们看慧元大师的传记 慧元大师往生的时候 佛来接 看到灵师 比他早往生的人 都在阿弥陀佛的身边 一起来迎接他 都见面了 那么有往生就不在 这些往生的人都在 这是真的 这不是假的 我们要求的是这个 不求别的 却不饶乱我们自己的亲近心 这是送往生的人 不能 不知道的 不要以为 我送了好多人 我有好多功德 你还在贪念功德 贪心还没断 明力没放下 傲慢没放下 一身的烦恼吸气 这个都是自己麻烦地方 不能不知道啊 不能不知道啊 感谢观看